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关键时刻的四个罚球都稳稳命中 特雷扬这场比赛是34中时期 3分13中4 罚球12中10拿下48分11助攻 7篮板一抢断 命中率50% 3分命中率30.8% 他在末节七中一的情况下 以罚球拿下11分 有特雷扬的球迷在论坛中写道 特雷扬48分是否是当今联盟第一空位 东契奇 利拉德 库里 维绍带队能力 有吹洋强吗 特雷扬夺冠能否进历史前 15压库里第一投 下方球迷的回复扎星凯文杜兰特 因为杜兰特冬绝 次轮G51战48分中 23中16 3分9中4 罚球16中 13拿下49分17篮板 10助攻3抢断2盖帽 命中率69.6% 3分命中率44.4% 逆转熊路拿下天王山 这场比赛之后 杜兰特被誉为了联盟第一人 球迷回应 杜兰特带队二轮联盟第一人 按照此前吹杜兰特的说法 特雷扬就是联盟第一PG 杜兰特在抢7大战中 拿下48分9篮板6助攻 一抢断3盖帽 但在加实赛中6中 零罪中被熊路淘汰 可就算是这样球迷们 也觉得他应该成为联盟第一人 按照这个说法 特雷扬48加11击败熊路 那么他联盟第一空位也很正常 但这准说法明确有失偏颇 08-09赛季 詹姆斯东角带领1.0版本的骑士队场 均38加8加8 那时候联盟却说 科比是联盟第一人 魔术师约翰逊在采访中表示 他觉得勒布朗詹姆斯 还是联盟第一人 勒布朗还有一年 杜兰特会在一年后抢走 勒布朗联盟第一人的位置 那是不是特雷扬在本赛季 带领东部第五的老鹰 实现了夺冠 特雷扬就可以超越库里 成为联盟第一空位了呢 常规赛没有入选 全明星加最佳阵容 季后赛屡屡创造记录 场均30.5分 10.5助攻三篮板 命中率42.2% 三分命中率32.8% 场均2.8个三分球 这样下去特雷扬 都有竞争联盟第一人的实力了 勒布朗是不是真的应该退位了呢 个人觉得特雷扬 成为联盟第一空位 还为时尚早 毕竟才22岁 今年的季后赛也还没打完 就算他夺冠了 就可以超越库里吗 库里的个人 荣誉明显更加卓越 球迷力捧杜兰特 是连第一人 是因为勒布朗老去了 联盟没有一个 能像杜兰特那样 得分的运动员了 都有些印象流浪 文言小白 喜欢就点赞订阅 支持我吧 谢谢